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拉财经 本周大事件并不多 周四 美联储将公布经济状况和皮书 主要关注点是财报 财报方面 美股继续迎来三季度的财报季 强盛公司 宝洁 奈飞 特斯拉 Vorizon AT&T 埃斯莫尔 拉姆研究 IBM 英特尔 SNAP 等公司发布财报 其中我个人持有四只股票 包括奈飞和特斯拉 这个财报之前都会减仓 按照以往的历史经验 财报当天和之后的历史走势都是偏弱 财报之后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另外 SNAP 和英特尔财报之前继续持有 财报之后具体情况再具体分析 以上仅仅是我的个人操作 您不必在任何方面和我保持一致 我们这里先简单说一下奈飞 奈飞将于10月19日股市收盘后公布第三季度财报 近日不少分析师上调了奈飞股票的目标价 应用下载和谷歌搜索数据表明 奈飞在当前季度末实现了用户数量的增长 他认为这一点可以支撑业绩和未来业绩引导 目前 奈飞的营收预估值 股票目标价和用户增长预期都在不断地被调高 因为分析师越来越看好该公司即将推出的内容 第四季度用户增长目标有望实现 因为第四季度开局非常好 我们还是奈飞的长期多头 人认为其股票值得长期持有 而且会在股价回落时重新买入 中期来看 国际内容的成功增长 奈飞向流媒体手机游戏领域扩张的计划 也会给该公司的业绩带来推动 长期来看 最大的杀手锏是广告业务 还有我们之前分析过的潜在的拆分可能性 近期以来 一直有经济学家和专家警告说 美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出现放缓 显然 眼下美国还面临着各种的不确定性 特别是通胀的不断上升 以及供应链的问题 但从美股的这几家银行股财报来看 美国的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 似乎进展仍然比较顺利 除了亮眼的业绩之外 美国银行股的高管们 还对美国经济的前景做出了乐观的预测 统计数据显示 过去五个季度 标普把指数成分股公司财报 表现持续大幅超过预期 促使投资者创纪录的上调 标普把指数预期美股收益 随着这些上调 市场同步走高 同时 这种业界的表现 也为美联储无限量宽松政策 提供了一种好的结果 而经标普把指数 估值倍数已经处于非常高的水平 德英警告 市场已经持续销坏了 这些预期上调和大幅上涨 但第三季度的财报季 能否继续为之提供支撑存在的疑问 从历史数据来看 标普把指数成分股公司 美股收益通常会在本季度下降4% 最重要的是 投资者普遍在担忧利率上升 供应链中断及通胀加剧 会对本季度及今后美企利润构成拖累 虽然第二季度美企利润率创下历史新高 但企业开始强调转价通胀成本的难度 却越来越大 而问题在第三季度进一步恶化 通胀飙升给美企利润带来下行风险 三季度利润下降预警次数 也接近了创纪录 预警次数是历史第三高 除此之外 美国工人的工资也在猛涨 正如美银在报告中所写的那样 工资通胀的不利影响 不亚于供应链危机 据美国商务部估计 工资占经营部门总成本的40% 我们认为 从目前已有的数据来看 并不特别悲观 由于基数效应 预计三季度标普白指数成分股 企业美股收益仍会继续增长 但增速放缓 增幅变小 属于历史常态的回归 财报中最令人不安的迹象 或许来自于企业本身 企业信心从历史高位下滑 同时 消费者信心指数为历史最低 这可能让企业的业绩指引 普遍偏弱 这才是财报级中最令人担心的 总的来看 财报级中有两个大坑 是必须要避开的 第一个 业绩差 也就是见光死 而一旦发生 总有先知先觉的资金墙跑 所以再叮嘱一遍 财报级不要轻易抄顶 第二点 业绩陷阱 虽然业绩漂亮 但市场并不买账 反而成为对线节点 称之为业绩陷阱 很多公司业绩好不代表会涨 核心在于预期差 数十倍的高增长是否可持续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虽然今年业绩好 但同时抬高了明年计算同比涨幅的基数 业绩增速继续维持几乎不可能 特别是预期拉得太满的公司 一旦不及预期就会泥沙俱下 总之 大家看财报要先想一想 亮眼的业绩能维持多久 未来是否还有预期差 下面我们来看辉瑞 辉瑞的股票最近每天拉西 观众问 股价向上的可能性大吗 其实呢 观众问这个问题已经说过多次了 我们给出的估值是39至42美金 但马上跌破40亿 站岗一个多月了 也是之前没有想到的 看来之前还是太乐观了 这个其实呢 就是预期 消息面大家都知道 但还没有落地 疫情目前似乎不再是头条新闻 大家开始都能和病毒共生存了 新冠口服液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剂 以后患者住院或死亡风险降低50% 有了这个药 可以让新冠流感化 得了新冠 再加吃几点药就能好 当然我们说过 这是一个事后药 并不能预防新冠 预防还得靠疫苗 现在全球新冠患者2.3亿多 只靠一种手段是拦不住的 口服药是为了遏制新冠多加了一种答案 对疫苗的需求仍然存在 说白了还是预期 新老交替 情况不明朗 大资金目前是观望为主 辉瑞表示 迄今为止 他已将130多个国家或地区运送了超过16亿剂新冠疫苗 作为世界上首选的疫苗 各国购买量已达35亿剂 从拉丁美洲到中东 数十个国家正在转向 在摆脱竞争对手之后 澳大利亚现在正在提供疫苗 土耳其 英国和智利 正在向接种其他疫苗的人提供辉瑞Biotech疫苗 阿肯尼的需求增长如此之高 以至于该国重显了一项新的疫苗采购法 以便与辉瑞达成协议 随着疫苗的流行度上升 辉瑞在一些国家提高了价格 但具体数字并没有透露 辉瑞将欧盟的价格从每季18美元上调至23美元 不过 目前有关疫苗产能过剩的问题开始引发关注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全球共有数百款处于临床阶段和临床前阶段 彭博社按照最新的接种速度预计 仅需6个月 接种新冠疫苗的人数就能占到全球总人口的75% 另外 将来这些大厂还会考虑有部分产能卖到落后的国家 或许会按照成本加卖 当然 有部分悲观人士认为 病毒永远在变异 自从开始动物和人互相传播 这个病毒就永远不会消失 而且变异的可能性比较大 所以黑天鹅预期永远都在 只是早与晚 这里请原谅这种悲观的论调 只是一种假设了 消息面上 美国施药监局FDA和相关生物产品资讯委员会的顾问 全体19人一致投票同意 建议FDA批准摩德纳疫苗第三章的紧急使用授权 不过 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 FDA正在推迟批准摩德纳用于青少年 原因是导致罕见严正性心脏病风险增加 消息称 到目前为止 监管机构尚未确定是否存在风险升高 但审查延迟可能会持续数周 具体的时间尚不清楚 之前 摩德纳的首席医疗官表示 公司疫苗的好处 包括其强大而持久的保护作用超过了风险 一些个别国家想要极端保守 这当然是他们的特权 这里的一些个别国家 真的是北欧国家 丹麦 丰兰 挪威和瑞典 这几个北欧国家上周建议 不要在30岁以下的人群中使用摩德纳疫苗 不过 摩德纳没有想到 美国自己这一次也是如此的小心 欧洲药品管理局安全数据库记录的摩德纳疫苗接种者新肌炎报告 是辉瑞Biotech接种者的三倍 本次FDA推迟通过摩德纳青少年疫苗的决定 将使得辉瑞的疫苗可能成为青少年和儿童的首选疫苗 进一步巩固其在美国和全球市场的领先地位 另外 辉瑞公司的口服药已经在做后期测试 与默克公司的口服药不同 辉瑞是专门针对冠状病毒而开发的 公司新网在今年年底前申请欧盟认证 当然 除了疫苗和口服药 辉瑞公司也有其他的增长动力 其中包括各种管道的其他药物 此外 辉瑞公司提供的股息也很有性力 作为一支防御股还是不错的选择 辉瑞即将到来的10月2日的三级报 应该还会提高全年交付预期 从21亿级提高至23.5亿级 对应420亿美元的销售额 之前二级报给出的全年指引是376亿美元 摩根·斯丹利分析师将辉瑞的目标价 从45美元上调至48美元 并维持于大势持平平级 此外 由于新冠疫苗的广泛采用 2022年美股收益预期从4.24美元上调至4.57美元 预计 辉瑞将提高2021年新冠疫苗的销售指导 总之 我们对辉瑞的前景并不悲观 继续持有近等财报 最后 白宫正式宣布 美国于10月8日完全打开国门 取消对完全接种疫苗外国公民的入境限制 包括陆路边境和航空旅行 旅行者必须出示完整的疫苗接种证明 以及在出发前三天内进行的新冠病毒测试的阴性结果 任何经世界卫生组织批准的疫苗都满足入境要求 这也意味着打过其他疫苗的外国公民 只要接种了辉瑞 强生 莫德纳 阿斯利康等疫苗 都将被允许进入美国 具体的名单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贴图 旅行者将需要出示疫苗接种证明 但不需要出示测试证明 新规定不要求接种的外国游客或美国人入境后进行隔离 目前还不清楚他们将如何对待那些混合接种疫苗的人 比如一个阿斯利康和一个辉瑞 在不少国家由于疫苗储备的问题 是允许混合接种的 但是美国不行 同时也不清楚政府会以什么样的文件 来证明入境者已经完全接种疫苗 世界各国在这一问题上并不同意 是否需要出示实体卡片 疫苗卡的照片或使用某种数字护照 因为美国没有全国性的疫苗护照 最后对于有医疗豁免宗教豁免的民众到底可不可以入境 不管怎么说 对于不少华人来说 很多人的家人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无法来美 现在终于开放了 对于等待探亲的民众来说 这无疑还是一个好消息的 相信未来世界会慢慢恢复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投资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 也是一辈子的事 说到底 做股票还是为自己的认知买单 目前大环境并不好 稳住别浪 千万不要上头乱追 很容易被挂棋干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祝大家操作顺利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